Guten Tag, herzliche Willkommen in unsere Kurs, Passport Deutsch, Bay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走遍德国, Bay 2的课程。 Lieber alle, guten Tag, öffnen Sie bitte die Bücher auf Seite 620. 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学习Lektion 2的课程。 上课之前,想问一下大家,还记得上一节课,Mantik的老师留给大家的家庭作业吗? 没错,我们说的是,It was über Schoenheit der Sprechen, zum Beispiel, Schoenheit der Operation, so weiter. 我们说的是,大家可以对于美的这个话题进行一下讨论,或者是随便说一些,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你可以聊一聊,你对于整形手术,美容手术这样的一些看法。 那在这里呢, hier gebe ich Ihnen ein Beispiel. 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来举一个口头表达的课程。 我会有些人继续学习Lektion。 甚至于有些年轮功能不能在习Lektion。 我会从来说,在某个人里面的课程中,这些人发生了一个女生, 在哪里面的课程中,这些人发生了一个女生。 越来越多的女性 她们都追求美 为了美 她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 她们可以去做 诊能手术 有的时候 女性 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因为毕竟 要经营一次手术嘛 但是 说实话 美容手术 或者是整形手术 真的有医药吗 就我个人而言 我是反对的 总的来说 手术 就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那有一些后果 不能够马上你体会得到 可能要好几年之后 才会被你的身体 加上一些影响 比如说 以前在报纸上就看到过 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女性 她就死于一次 振兴手术 相对于我们 针对的生命而言 美貌 其实就显得 微不足道了 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健康 所有的一切 都无存抬起 好了 这个就是 对我们上次留下的 加藤作业的 一个小小的回顾 那现在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 第26页的学习 今天的题目是 语法复习 我们一起回复一下 第三者 以及第四者的位置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第26页的 第一题当中的 A部分 有四个例句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句子 在这句话当中呢 都是名词 在语句上呢 我们看到 第三个 是放在第四个的前面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的 这两句话 在这两句话当中呢 分别有代词的出现 代词呢 也分别指代的是 第三个 或者是第四个 那在语句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不管是第三个 还是第四个 代词 优先 代词是 放在名词的前面 最后一句 De De sociologi hat sie ihnen kostenlos be given 在这一句话当中 Ruhe 和Ratschläge 分别都用代词 进行替代 在语句上 我们可以看到 第四个的代词 放在了第三个的代词前面 这些例句呢 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 第三个和第四个的 录制情况 那 b部分呢 就给我们一起 总结了 第三个和第四个 位置的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和第四个 gilta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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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第三个和第四个 都是名词的时候 通常 第三个我们是放在第四个的前面的 我们可以通过 a例句可以看得到 第二个 for norman stain for norman igart of ess in dative or acquisitive er giltamized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讲究的是 不管是第三个 或者是第四个 只要其中一个是代词 那么代词就放在名词的前面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例句是 b和c的情况 第三点 by 2 for norman gilt acquisitive er 跟踪 for dative er 跟踪 sindash b 第三点呢 讲的是 如果第三个和第四个 都是代词的话 那么第四个 放在第三个的前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总结到的 第三个和第四个 在句子当中 维致的规则 接下来 马吉特老师 给大家准备了几道 语法练习题 希望呢 能够通过这些练习题 加深我们对于 今天这个语法的掌握 很多时候呢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我们说 当老师在讲解一个语法的时候 老师问大家 大家都听懂了吗 其实 在这个时候 你是听懂了老师讲的内容的 你没有问题 可是 当你 自己 拿笔做作业的时候 做习题的时候 你却发现 哎 还是有些题 做不对 或者有些题 你不会做 因此呢 我们说 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讲语法的时候 是一回事 你自己做题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说 如果想真正的理解 掌握好语法 那么大家就一定要 多做练习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语法练习 大家会看到一个句子 这句话当中 我们看一下 是主语 大家现在会知道了 是第三格 是第四格的用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练习是什么呢 请大家 分别 将第三格和第四格 用代词 进行替换 然后呢 最后一句话 就是第三格 第四格 全部是代词 什么意思呢 我就说 针对这个练习 那么大家做的第一个 请你把第三格 用人称代词替换 那你得出来的题呢 就是 er zeigt ihr seine liebe 用ir这个人称代词 只带 上面刚才讲的 咱们打的三格 好 第二个大家要做的作业呢 就是 我们现在把这四格 用人称代词 进行替换 那你就变成了 er zeigt sie seine frau 这个地方的sie 只带的是 人称代语的 第四格 这两句话当中呢 就体现了我们 刚才讲的 语法规则 但第三格 或者是第四格 它们是 人称代词的时候 代词优先 好 最后 第三种 大家要做的作业 那就是 我们把第三格和第四格 都用人称代词 进行替换 那我们就变成了 er zeigt z ir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是我们 讲过的语法规则 那我就是说 第三格 第四格 都是 人称代词的时候 千四 后三 先是第四格 然后是第三格 这是一个范例 就希望大家呢 通过这样 一步一步的 慢慢练习 真正的掌握 今天讲的这个语法 好 那同学们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老师给大家准备的 第二道 语法练习题 同样的是一个句子 我们就像刚才一样 我给出的这个句子 请你 分三步走 把我刚才讲的这个练习 做一遍 好 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句子呢 叫做 der Mahler Zachnet Meinen Zon Ein Bild 大家看到的这句话当中呢 der Mahler 是主语 Zachnet 是位语动词 Meinen Zon 第三格 Ein Bild 是第四格 那么接下来 大家要做的任务就是 像我刚才说的 第一个范例一样 分三步走 把这句话 变一下 好的 大家都做好了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是将第三格用文春代词进行替代 大家看看第三格 是Meinen Zon 如果用代词进行替代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呀 没错 应该是 Iin 所以呢 我们会变成 der Mahler Zachnet Iin Ein Bild 好 第二种情况大家要做的呢 就是 我们把第四格进行原称代词 替换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变成了 Iin Bild 是第四格 对不对 Iin Bild 的话是一个中性名词 那么它的第四格替换是什么代词啊 没错 是S 所以 这句话我们就变成了 我拿了 Zachnet S My Moune Zon 很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最后一句 就是要大家 把第三格和第四格 都用人生代词进行替换 那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句子 Der Mahler Zachnet S Iin 好的 大家都 做对了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是Makitv老师给大家 准备了针对这个语法的一个改错题 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语法 进行一个改错联系题 那老师呢 会给大家说一个句子 然后呢 我会把他的德语给出来 那大家要做的就是 你看一看 给出来的德语句子 错在哪里 你明确都有错误 那大家要做的就是 我眼睛睛把错误挑出来 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话的中文呢 我们说的是 他给女朋友带了鲜花 好 我们给出的句子呢 我们给出的句子呢是 而女朋友 他用的是第四句 我们中文说的是 给女朋友带了鲜花 那同学们您告诉我 真正的 这个动词 他的冰是什么 没错 他的冰是花 是带花过来 给谁呢 给他的女朋友 所以在我们的德语当中 我们管这个语法叫做什么 人三物四 我就是说 给某人 人是第三格 某物呢 物就是第四格 所以这句话 我们要把女朋友 变成第三格 而把花 物东西 物品 变成第四格 所以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这样子 Beer blind Beer for me Seine bloemen 好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意思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 第二句的中文叫做 父母送给儿子 一条小狗 德语给出的句子呢是 The air tongue Shinken Einen Hund Nieren 那接下来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 同样的 我再看一看 错误在哪呢 好 我们来看看 这句话当中呢 跟我们上个例子 非常的类似 也就是说 他句子当中的第三格 和第四格的位置 更小了 在文章当中 我们说的是 送给儿子一条小狗 那么大家看一下 动词 Shinken 他是要求 有一个集物 他是个集物动词 他要求集物动词 宾语 那大家看到的是 Shinken的话 他送的宾语 是什么 没错 应该是小狗 所以小狗 应该是定义为 第四格 把小狗送给谁呢 是送给儿子 儿子呢 在这里 是第三格 就像刚才 我们讲过的一样 我们说 人三 物四的问法 儿子 要做了第三格 小狗 就应该是第四格了 因此呢 整句话的 正确表达 应该是 Die Eltern Shinken Iren Zong Einen Hund 好 那同学们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道搞错题 最后一道搞错题呢 我们的中文是说 妻子 送给 丈夫一条礼拜 我们给出的句子呢 说的是 Die Frau Die Frau Gibt Der Krawatte Iren Man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句子 在这个句子当中 Die Frau 是族语 Geben 位语动词 然后大家看一看 接下来 错误在哪 没错 错误呢 也在于 丈夫和礼拜的位置 应该要互相放下 也就是说 礼拜 是作为 Gibt 的第四个兵女 Gibt 支配的是 第四个礼拜 而礼拜应该是送给谁呢 是送给丈夫的 那在这个地方 丈夫就应该是做了第三个 文三 故四的用法 所以整句话正确的表达方式 应该是说 Die Frau Gibt Iren Man I Krawatte 这些同学们不难看出来 老师给大家设计的这一个改错题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辨别清楚 就像在句子表达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第三个和第四个正确的位置 以及正确的替代 我们要知道 在这句话表达当中 究竟什么成分是做第四个 什么成分是做第三个 当第三个和第四个同时出现的时候 他们的位置是怎样的 希望能够通过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些语法练习 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明白 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三个和第四个的这个语法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 第一部分 我们能了解一下其他的规则 这一点呢,就是阿部份总结的这一点呢,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如果需要强调第四格,那么当第三格和第四格都是名词的时候,第四格可以放在第三格的前面。 我们在之前呢,总结的规则说,当第三格和第四格都是名词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先第三格,后第四格。 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强调第四格的时候呢,第四格也可以放在第三格的前面。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有一个前提。 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第四格必须要带有定观词。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由 BVC总结到的规则。 如果 die Akkusative Ergänzung etwas Neues oder Wichtiges bezeichnet, stellt sie hinten, im Mittefeld。 这个规则总结的是说,如果第四格是不定观词的话,那么它就放在第三格的后面。 最后一点,我们看看总结的情况是什么? In Mittefeld steht das Subjekt noch vor dem Pronomen, nämlich direkt nach dem Werk。 这句话说的是,如果主语不是位于第一位的话,那么动词后面就直接跟主语,然后再是其他的代词。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D的这个例句,它说的是, Tuschelus hat die Suchelogen inen oder in the Sanctus doof und vor dem。 那在这句话当中呢,第一位的话,它用的是,Tuschelus,而不是主语。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讲的规则,就是动词的后面应该是直接跟主语。 所以hat的后面是D Suchelogen,是主语。 然后再是代词,或者是其他的成分。 Minen noch ein Interessante Spur。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先通过D部分,准结了一些其他的规则。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C部分。 我们的要求是, Ruggen sie zuerst die Zerze und die Bespression sie zu zweit. Versia Informatium in das Besonderes, careful gehoben wird. 接下来在这一部分当中呢,大家会听到几个句子。 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句子当中第三格和第四格的具体位置。 听听说话者,它强调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CD1, Track15-18 A. Die Psychologin gibt die Ratschläge allen Hörern。 B. Sie gibt Ihnen in Ihrer Radiosendung nur seriöse Ratschläge. C. Heute hat sie Leuten, die am Schönheitswahn leiden, einen Ausweg gezeigt D. Zum Schluss hat die Psychologin Ihnen noch ein interessantes Buch empfohlen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实际三则和第四则在其实当中的位置的相关的规则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要看的下一个部分是各类说明语的位置 那各类说明语呢,我们具体的说是包括了时间状语,因果状语,情态状语,以及地点状语 那首先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分辨各类状语 大家跟我一起看看第27页的第二题当中的背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什么样的情况是属于什么样的状语 在背部分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分别用各种颜色进行的区别 比如说蓝色PA缩写,值得的就是时间状语 然后呢,这个玫瑰红色PA缩写,它指的就是因果状语 然后橘红色的MODAR指的是情态状语 而最后一个绿色的缩写,LO指的就是地点状语了 那么大家呢,通过下面的六句话 我们具体的来分析一下我们哪句话当中的R部分啊 B部分啊,或者是G部分啊,到底是属于何种状语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句 去年那么很明显是时间状语了 第二部分 这个就是指的是地点状语 那这句话是说去年 Vilasmi是做了美容手术 也就是我们说了整容手术了 在哪儿做 在美容外科医生 好的第二句我们看一下 Vor der OPERATION Hatte sie sich atmelig gar keine Sorgen gemacht Vor der OPERATION 手术前 这个是时间状语 手术前的话呢 她其实并不害怕 Visentiu Nach der OPERATION jedoch must verglas wegen Ere Schmerzen nochintensive im Krankenhaus getreut werden 这句话当中呢 每一个成分我们看一下 A部分 Nach der OPERATION 意思是说 手术后 B部分 因为疼痛 因为疼痛 第三个 intensive intensive本意是 集中的 还有呢 就是程度加强的 那么很显然 这四部分呢 分别就是 手术后 那当然是时间状语了 因为疼痛 是因果状语了 intensive 或是程度的 这是我们说的 情态状语 最后一个 在意愿里 是一点状语了 第四题 从那以后 明显 时间上的连续 不情愿 这是一个 喜好 或是情态状语 最后 去医生啊 去看医生 显然 一点状语 从那以后 他就很不情愿的 要去看医生 第五句 Vermutterlich 就表示 情态状语 最后一句话 In an internet forum Hard see tips You have answered the comment 在一个论坛上 他获得了一些 能够消除恐惧的 方法 In an internet forum 在一个论坛上 是地点状语 所以我相信呢 通过这个论习 大家明白了 什么是时间状语 情态状语 英国状语 以及地点状语 我们有一个了解 说明语的语序呢 虽然很自由 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规则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二十七页的最后一部分 这部分 每一句话呢 就交我们的规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题 这道题呢 它是一个判断形式 就是你要判断 哪一个是正确下 那么我们呢 就不让大家做判断了 直接呢 把正确答案教大家 因为这是一个 告诉大家的规则 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题 这条规则呢 告诉我们的是 一般来说 时间状语 是放在地点状语之前 这个规则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背部分当中的 一句话 比如说 去年 在医生 要做手术 时间状语 放在地点状语的前面 好的 第二句话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时间状语 喜欢为你 第一位 我们可以通过 背部分当中的 第二句 第三句 以及第四句 都可以看出这个句子 你看 第二句 手术前 第三句 手术后 而第四句 从那以后 我们都是把 时间状语 放在了句手 因为 第三条规则 这句话是说 因果状语 和情态状语 一般都位于 时间状语 以及地点状语之间 比如说第三句 第三句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疼痛 因果状语 intensive 是情态状语 这两个成分 是不是放在了 第一部分 手术后 有时的时间状语 以及最后一部分 在医院里 地点状语的中间呢 是吧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下一句 一般来说 因果状语 只会放在 情态状语的前面 比如说第三句 很明显的例子 第四 应该接下来是第五点了 Modale Angaben Prenum of Position 1 Oder Am Sat Endersteh 这句话呢 两者都可以 意思是说 地点状语 既可以位于 巨手 也可以放在巨尾 比如说 我们例句当中的 第三和第四句 以及第六句 最后一点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语序 来记忆说明语的位置 这个语序呢 是我们用的最常用的结构 也就是说 分别是 时间状语 因果状语 芹菜状语 以及地点状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了 各位同学 今天呢 我们学到的语法内容呢 一共有两个个 一个是第三格 以及第四格的位置情况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说明语的位置情况 我们分别归纳了 每一个语法 我们相应的语法规则 那今天 如果大家的家庭作业呢 就是我们面试手册 第25月的第一和第二题 大家去看看 我们的语法作业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了 各位同学 我们下次再见 Cheers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